里面的东西 OK 所以这样的流程应该会比较顺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把这两个也是连击起来 否则的话你现在要移动 忘了把里面旋起来 然后分开了 有没有 它有点像那个 对旋转的时候变成外面有旋转 里面没旋转 那漏掉 对不对 所以干脆讲也是连击 所以慢慢的 那你不要一下子全部连击 你可以个别 这个变成一个零件了 这个变成一个零件了 这个也是一个零件 所以三个再连击起来 就变成一个完整的 算是一个实体 或者是 结合起来也许还是一个零件 那你再慢慢慢慢多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每一个东西 你无论是3C 无论是机械 它都是很多零件组成的 所以你刚开始画 一定都是画个别的零件 画完零件之后 再把所有东西通通结合在一起 OK 再来的话 其他 再来就是把这个往上移动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先移动 这个 移动这一个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终点 移动到它的终点 对不对 OK 那这边的话 这个叫什么 旋转 所以旋转 3D旋转应该记得吧 选它 因为连击起来 直接转就不用在选里面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 应该是哪一个呢 红色 红色对不对 红色这个当轴才可以转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讲过 你可以 要不要基准点 是一个关键 如果你直接点 那个3D旋转的那个线的话 是自由旋转 如果你点了基准点的话 它会是先从零度开始 所以你要给零度再给一个角度 那我们我习惯是直接自由旋转 所以先点一下这个红色的这条线 这个圈圈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自由旋转了 所以你直接 就可以转90度就好了 只要是有虚线 因为极左标一定要有虚线 虚线出现的话点它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把这个用移动 从哪里呢 从终点 移动到终点 就好了 OK 其实还蛮容易的 那再来的话就做什么 圆角 圆角就几个 不过圆角我建议是 把它切到哪里 2D线架构 为什么 因为前面讲过 因为圆角它有好几条线要选 所以如果你不用2D线架构的话不好选 那有哪些要做圆角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哪些圆角要做出来 应该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做圆角 包括哪些地方呢 各位看一下这一体 圆角 这个一定要做圆角 有没有 R10 对不对 就是这个形状 其实就是在这里 中间这一块 第二个是R2 R2有几个呢 四个 四个嘛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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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太好选 所以我们先从R10开始 R10比较简单 R10 我讲过圆角 第一个特别注意 先选一个物件 对不对 再输入半径 Enter一下 然后呢 再去选其他的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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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不好选 这个吗 有没有 透过去 这样点它一下 然后按空白键 对 也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用2D线架构 就省了很多麻烦 不然如果说你用概念 也是可以做 只是在那边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就转到头晕了 但是如果2D线架构 还可以透视过去 就非常方便 所以你用画线 你要 像我目前 我觉得大概就这两个 其实就很好用了 至于其他的 比较少用 你大概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下 揣一下 有些东西 为什么我会这样用 都是经验法则 Try 然后有错误就修正 有没有更好的 对不对 慢慢慢慢 你会慢慢 原来画图可以 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OK 这里的话一样 2D线 那再来的话 那个 圆角 先选第一个 第一边 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个就 就要看一下 应该是 这边这一条 这边这一条 还有 这边这一条 跟这边这一条 应该看得懂吧 OK 所以来看一下 或者是干脆各位 我建议各位可以先把那个概念 先把它移到旁边 这几个 你可以先把这些 先把它群组一下 因为其实说真的 已经可以群组了 群组一下 尤其你做圆角 你如果不群组的话 你做出来会怎样 它不会贴在那里 它会怎样 它会凹进去 对不对 所以记得先群组之后 把它移动开来 2D线的部分 就可以拿掉 因为呢 你用2D线架构 如果你没有把2D线拿掉 你会发现有好多2D 多余的线段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群组之后 在2D线架构 其实就会清楚一些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应该看得出来 OK 这感觉有点像 那个X光透视进去 对 无所遁形 OK 所以 这个 圆角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选第一个 选这一条线 选一条线给它 然后 2D线 再把其他的线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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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条线 应该看得出来 边边两个 这边两个 我可以按空白键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切到概念 这边有了 然后转过来看一下 这边也有了 这边也有了 有没有 下面有没有 下面也有了 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刚刚忘了连击的话 很抱歉 它会怎么样 转进去了 因为它不会贴在那个面上面 所以注意 这个地方要 按部就班 OK 你会发现这图